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石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非常特殊的格斗比赛 是由11岁的张熊亮对阵10岁严胜的比赛 这个张熊亮曾获得少年格斗冠军赛28公斤级冠军 赛前张熊亮已经取得了10战10胜的不败战绩 而这个严胜来头也不简单 严胜是我国格斗名将颜希波的儿子 赛前严胜已经取得了3战3胜的战绩 真的是虎虎无全职 赛前二则在花博会的时候 严胜就显得非常嚣张 走过去和张熊亮顶胸并做出了非常挑衅的动作 二则衔接就大打出手 这直接激起了张熊亮心中的斗志和怒火 比赛开始后愤怒的张熊亮并不想和颜胜碰拳 而是过去直接以右手重拳开落 不过颜胜也毫不失落 很快以扫踢还颜色 接下来双方马上吸引了激烈而又凶猛的对拼 这对拼的画面真的会让人感叹 而后双方再次展开了凶猛的对拼 接下来张熊亮接腿后 马上以扫踢暴踢颜胜 比赛再开始没多久 愤怒的张熊亮就抓住机会 一记凶猛的扫踢将颜胜踢倒 不过颜胜马上站了起来 接下来张熊亮以前手拳中击了颜胜的头部 而后张熊亮用出了不可思议的转身后蹬暴踢颜胜 紧接着双方再次展开了凶猛的对拼 第二回合开始后 颜胜又失意和张熊亮碰拳 结果愤怒的张熊亮并不领情 马上以高扫暴踢 不过被颜胜成功避开 这瞬间点燃了颜胜心中的怒火 颜胜马上冲上去 以连续重拳将张熊亮击倒 但爬起来没多久的张熊亮 以转身后动将颜胜再次踢倒 接下来双方再次展开了激烈的对拼 而后颜胜用出了一招如同蛤蟆弓的招式 但谁知张熊亮也很快以蛤蟆弓回击 结果被颜胜抓住机会以重拳击倒 接下来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张熊亮以鸡腿摔将颜胜爆摔倒地 双方大战了两个回合 最终张熊亮以顶数显胜了颜胜 全场比赛下来 颜胜被张熊亮三次击倒 而张熊亮被颜胜两次击倒 或许能够打出这样精彩的比赛 胜物早已变得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以后经过不断的历练 必将会成为我国搏击的领军人物